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他这一个讲法也让我发觉说 对啊 养成之前的准备其实也是很重要 那第二个 吴建颖 这位球员朋友他提到说 其实不只要养成球员 教练的养成 球团工作人员的养成 其实都是职业运动需要的养成 这个真的有打到我的心里 也是我比较忽略就是我们一直想 怎么样去养成球员 但是你如果没有教练 没有好的专业的工作团队的配合 这坦白讲这事实上要养成也有点困难 那第三位叫做吴彦传 这位球迷他提到的是说 应该就是把这个球探所找来的 这种有潜力的选手 然后把他这个天花板高的选手 先把他选进来 所以基本上有一点点类似 第一位球迷林志如所提到 就是说你要养成 当然你要选进有潜力的人才 这个预备动作 其实是有点雷同的 那第四位的这个球迷呢 叫做Park150612 这Park应该不是在骂人了 那他的想法就比较不一样 那可能也会比较在网路上 如果在PTT 这可能就会引战了 他认为说职棒根本不存在养成这种东西 他觉得那都是电玩骗人 那他觉得美国职棒体系呢 很现实基本上 选一大堆人进来 中国几位表现的比较突出 然后就一个一个从rookie 然后EA2A往上送 然后最终在大联盟开箱 其实在各个层级大概就开箱了 那他说成绩不错就留下来 成绩不好就淘汰 那他 当然他这个根据在哪 我导致没有 没有办法确认 他说 每一年大联盟选秀的前两轮 最后能够上到大联盟的都不到一半 那我觉得这个数据 虽然他没有告诉我们出处 但是我想可能也差不多了 可能也差不多 那这是一个比较另类的一个想法 第五位球名叫做王玉中 那他讲到的就是一个 反问的一个方法 他说讲到养成 只要问一个问题就是 他认为目前五支中华职棒球队 是不是有各自二军的训练基地 那有哪些软硬设施 有哪些教练跟技术委员 他说养成这个答案 其实就很明显 所以他是一个反问的方法来 分享 那第六位球名叫做 Lukaka 他讲到养成的成这个字 他认为成比较简单 就是说到底有没有达到球团 对这位球员预定的一个目标 那如果有的就算成了 那也有可能以上或以下 但他认为变数很多 就跟投资有赚有赔 那可能是这个球员的心理因素 有可能受伤 有可能技术层面 那也有可能当初球探的报告 根本歪楼 根本球探报告就不可信 这是第六位的球迷 那第七位球迷呢 这个他讲到说 他认为养成呢 要养到成功才叫养成 那他为什么这么严苛的标准 他认为说因为球员是被动 那你球队需要什么人才 你能不能够培养这种人才 你自己要考虑清楚 你不能说 选来才发 才说啊这种人才我养不起来 那事实上他认为 责任在球团这边是比较多的 好 那第八位叫陈思杰 这位球迷呢 他定了一个时间表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他认为说 短时间内 就是说第一阶段是一到三年 必须要让他能够有上一军的一个实力 然后接下来让这个人能够在 比如说打个五到十年 不会被淘汰 那这是他个人的一个想法 这也是一个少数有写出时间的 那第九位的这个球迷叫Eric 他说呢 他也用这个一般公司行号 这种职场来比喻 他说就好像每个公司的新人训练 就好像到底要多少时间 他才能够投入团队 然后产生战斗力 产生生产力 他说如果这个人没有生产能力 对团队来讲就是一个负资产 这其实跟球队社会公司 其实都确实都是差不多是这样 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跟时间赛跑的游戏 好那第十位的球迷 应该这叫大口呆 用英文拼的 他说职棒养成是什么东西 他说二分法 不是集散力 就是要养成 这样讲也有道理 那第十一位球迷叫玉保 他说呢 简单来讲养是球团的事 成就关乎到球员本身的天分跟努力 我觉得这个讲法也干净利落 那第十二位球迷叫做修邦德 修邦德他认为说 他前面有一个打游士 大家可以到这个留言那边去看 就蛮酸的了 但他最后的结论就是说 养成是给有球迷爱的球员 去推卸责任的借口 换言之他不太认同有养成这件事情 他认为不能够老是你表现不好 就说这个球队养成不好 那第十三位球迷他也提到 就是说他觉得真正该养成的是教练 那尤其是投手教练 那这跟前面一些球迷的想法 或跟你的想法可能也是呼应 那第十四位球迷叫陈孝贤 他认为说 这位球迷他说他本身是 可能是做这种体能的训练 跟激励的训练是专业人员 所以他认为说其实光从各队的体能教练 很多都是由退役球员转任 或者是随便有人兼任 简单来讲他就认为说 这样子你要养成选手的一些相关的技能 基本上就是不够专业 不够理想 我觉得这样讲也有道理 好那最后一位球迷叫蔡明怡 我们姓蔡的果然都没有乳肉脚 他讲到的像是一个好像跳针一样 他说养成就是什么 养成就是调整比赛 调整比赛 调整比赛 比赛调整 对其实也是一样 确实是一个好像循环一样一个东西 好那我看完 当然我总共看了这五十几位的球迷 那我截取这十五位的一些精华 那其他也写的很不错很完整 大家建议大家有空可以上去 前一则的这个影片去做一个 仔细的一个 等于是一个参考 大家一起来激荡一下 那我个人有几个观后感 第一个就是说 我的想法跟这些流言的球迷大致来讲是相同的 但是第二点我觉得我比较忽略的是 就是环境的一个养成 就是教练的尤其是教练的养成 就是说没有好的教练 教练没有养成出来 怎么没有办法去教育选手 我觉得这一点来讲 确确实是一个重点当中的重点 那第三个就是真的再次的感谢大家 都非常的理性很专业 哦这跟PTT的这种议题的讨论跟分享 那真的是天壤之别 很棒 我们下一次可以继续 再来尝试其他话题的一个讨论跟交流 好那接下来我 当然我如果只念完大家的 我这边就跟大家说再见 那我就实在太混了啊对不对 好了我还是把我原本 我原本其实已经写好 我把我原本的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讲到养成这个东西 因为PTT上一开始 很多的风向都说怪球队就对 都不是球员的问题 都球队教练球团的问题 我就一直在想一个 也是跟我们生活比较有关 因为我们不是职棒球员 不是专业运动员 但是我们也读过书 其实我觉得有点类似吧 就是说我们其实比如说我们考上一个学校 然后分在同一班 学校是一样的 班级可能是同样 那我们当时入学的成绩 或许也不会差太多 就一般人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但是 读了几年或读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会发觉 不要讲后来的成就不一样 就是我们毕业或者是什么月考 断考 期末考 毕业考 成绩又不一样 那为什么 明明我们进去的成绩差不多 这是第一个 教室环境 学校 一样 老师师子也不会说 我只跟前面30号的讲 后面30号我不讲 没有啊 都一样啊 条件基本上是客观条件都是一样 为什么最后出来的成绩也好 成就是不一样 那我想这绝对牵扯到 每个人的天分嘛 资质嘛 这是我想的第一点 第二点很重要 每个人后天努力嘛 对不对 读书啊运动其实都是这样 第三个 其实也是比较难以捉摸 就是说 每个人开窍的时间 不管在智力或体力 可能也不一样 这是我第一个 不是说认为养成不重要 是我觉得养成有让大家 那么神话 讲的那么神奇吗 好那第二个就是 大家刚刚很多人讲到 要有好的教练 可是我对这一点 我也有点小小的怀疑 就是说好的教练就能教出 很多好的球员吗 好像也不容易 比如说中大职方 这么多年来 打击最受推崇的是谁 克鲁兹 投手这几年 最受推崇的教练 王建民 但是克鲁兹也好 王建民也好 他也没有办法 让他呆过的球队 所有的打者 变得都非常厉害 调整的都很好 没错吧 也没有办法说 我去二军 让所有二军的 都具备一军的能力 全部都上到一军 变阻力 也没有嘛 那显然也有绩效好的 也有绩效不好的 那甚至于就说 他可能让某某选手 这段时间或今年球技表现出来 但也不确保他能够 每一年都很好啊 所以好的教练有没有需要 我认为很有需要 但是这部分的养成 是不是只是一个阶段性的过程 或者是一个辅助的角色 而没有那么的神奇说 哪一队特别会养成 哪一队不会养成 哪一队哪个教练特别厉害 哪个教练特别给楼 我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夸张 好那第三点就是 我个人认为中华职棒 还有各球团 其实要做的就是 结合刚才很多球迷的看法 就是说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 那师资啊就教练 教练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那也就是说 高中生也好 他毕业的时候 他选择打职棒 跟他选择打业余队 都市队大学队 你必须中华职棒的各队 你要展现出说 你看我的环境 比如说有些选手 天花板90分 你他从60分 你能让他到80分 不一定能顶到天花板 但是其他的大学也好 社会队也好 都市队也好 他可能只让他80 这个75分或70分 那职棒球队的价值才会出来 但这中间 到底他的天花板在哪里 你能够让他帮忙 他到哪里 其实当然也很难 做一个量化是没错 但就是说 你好歹要让大家外界看到说 你看你要练头球 我有牛棚让你练 你要练打击 我有室内室外的让你练 你要重训 我的重训 不但专业的硬体设施 而且有很好的专业的重训的教练 我想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才能够吸引很多好的球员来投入 第四点就是说 国外有月亮有比我们圆吗 我是有点怀疑 我是有点怀疑 当然他们资源比较多 比较先进 这是一定 你说我们比他强 说真的就比较臭皮不可能了 但是 必须要讲到的是 美国职棒也好 日本职棒也好 韩国职棒也好 尤其是美日来讲 首先 关键在于说 他们参与的人多 也就参与的 不管打球的也好 交球的 他本身是比较多 你才能够筛选 你能选秀 选到的人才才会多 那经过养成 淘汰等等 收成的人才多 这是一个好像金字塔一样 你底下的人 这必须要够多 你如果不够多 基本上你要怎么样靠一个 神奇的养成系统 能够让所有人都变得很厉害 或者是收获满满不容易 相对来讲 他在这个严苛的竞争环境之下 失败的淘汰的 说真的一定是更多 那所谓的失败不见得是 真正完全失败 是说在他那个竞争的领域 他失败 他可能到下一集的 比如说美国职棒不成功的 他到韩国到日本到台湾 他可以成功 包括我们旅外的选手 那讲到旅外的选手 也就是说如果国外真的有那么神奇 那我们旅外的这些 当初被看好的潜力骨 台湾的这些好手 按理来讲 应该每个人都到日本 就全部都是一军主力 到美国应该都上得了大联盟 而且可以跟王建民 陈伟赢一样 但是有吗 好像没有 所以 当然你说 他是被竞争淘汰的 没有错 但是有些人是不是 也没有达到大家预期 所谓的到达他的天花板 就退下来 那 那这代表他们的养成就有问题吗 好像也 也不是这么的 这么简单能够论断 好那最后我做一个总结 对于有关于这个职棒的养成 这部分我做一个总结 就是说 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球团 当然我相信现在进步很多 有些球团确实也做得很好 那其他也都在跟进 就是说 你必须要把你训练的环境的软硬体 准备齐全 这是很基本 非常非常基本 第二个就是前面球迷所提到 就是说 你养成他之前的一个准备 也就是选秀 球探的部门 你需要什么人才 市场上有什么人才 那你的农场跟二军 到底你的能力能够提升什么样的人才 这个预备动作要做好 下一步才是追踪 球探 然后选秀 最后才是养成 然后再验收成果 我想这个步骤几乎是缺一不可 否则的话 坦白讲 几乎选一大堆人进来 想说 哎呦我的环境好 灯光美气氛家 就能够选出谁 恐怕就能够养出谁 恐怕也不是那么简单 第三个 我倒是要讲一个 我觉得 其实养成最重要的一个大大的一个环节是什么 是我们整个台湾的大环境 这当然 不见得是职棒能够去改变 或者是马上去做到 但是就说 从大环境来看 就像我刚才讲到美日这个部分 就说如果没有更多的人打棒球 参与这项运动 绝对你找不到更多的人才 这是现实的一个问题 就参与的人多 人才才会出现 那你要 你没有很多人才让你选 基本上你养成一定更困难 你有再好的设备养成都很困难 那这也是 为什么 呃 台湾 小小的这个地方来讲 职棒 他一定要跟业余 要跟学生棒球 包括大学棒球 包括业余队 包括都市队 我觉得都要有一个很好的关系 能帮他们的要尽量帮 因为帮到后来 其实你是帮到自己 这举例来讲 假设你有军 有一所军校要招生 军校嘛 够严格了吧 假设这个军校设备好 师之强 纪律严格 按理来讲 这是一个不错的养成环境 问题是 没有什么人去报名啊 去报名的都把他开啊 那请问一下 他这个环境能够养成什么东西 所以我想职棒很重要的是说 呃 为什么他是棒球的火车头 这个国家的火车头 就是说你必须带领 而且你必须无私的去做一些奉献 才能够让大环境 尤其这个底部啊 这个金字塔的底部 变得呃 茁壮 成长 否则你上面要收成 你要怎么收 没有那么厉害嘛 好 那最后也必须要讲一下 目前现实的状况 就是说 目前中华之王非常非常明显 就是 这个重要性来讲 选 远远大于养 选秀的选 远远大于养成 这很简单 为什么 当然你选对人就成功了一半 这大家都很清楚 但是重要的是 现在几乎都是极战力的比拼 换言之就是说 你要呃 呃在这个养成方面下苦功夫之前 你的选秀如果没有选的很好 以现阶段一个状况来讲 尤其是比较短时间来看 那基本上效益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落差 那当然我们刚才谈了很多 其实选秀 选择好手 也是养成的一个预备动作 所以基本上它不是一个冲突的 但是未来我们的养成 是不是能够渐渐的上轨道 让大家看到 所谓每一个球团养成的一个效果 让有一些球员 让大家呃觉得很突出 觉得很意外 觉得哦 他从一开始不是那么被看好 慢慢能够茁壮 哦在一定的时间内 我想这都还有待观察 好这一集哦 也最后再次的感谢 呃 这么多五十几位球迷 共同的一个参与 那当然你有呃相关的意见 呃也可以在这一则影片下方的留言板 继续的跟我们来做一个激档 跟我们做一个分享 我是团长蔡米梨 喜欢的话 当然也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或者是Podcast频道都可以 好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